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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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周公和 现在是律法与恩典第十二课 也是最后一课 今天的题目是圣灵之律 上一课呢 我们讲到犯罪的律 犯罪的律就是 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 就必定有恶与我同在 这个就是犯罪的律 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 但是人是属肉体的 有肉体的邪情示欲 所以我们靠我们的肉体 来遵行上帝的律法 就会激发我们肉体里头的 邪情示欲 因为这个缘故呢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行律法 被算为义 上帝的律法会定我们的罪 那么怎么办呢 罗马书第八章 一到二节这样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所以这一堂课 最后一课 所讲的就是圣灵之律 我会试图解释 圣灵之律如何释放我们 让我们可以脱离犯罪之律 那么我会用三个属灵的原则 来讲解圣灵之律 你把这三个原则放在一起 串在一起 你所得到的就是圣灵之律 这三个属灵的原则呢 第一是倚靠赎罪记 第二倚靠天父 第三是团契生活 我们先到第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倚靠赎罪记 罗马书八章三节 这里说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记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律法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三个律法虽然是圣洁的 是良善的 但是律法不能够使我们成圣 律法不施行拯救 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说得好 他说 律法不提供能力 换句话说 律法不帮助我们守律法 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 每一个礼拜天 牧师讲道 就是讲一条律法 比如说 这个礼拜天 他所讲的就是 你们要更加殷勤地祷告 下一个礼拜天 他说 你们要更加用功地读圣经 在下一个礼拜天 他说 你们要更积极地去传福音 在下一个礼拜天 他说 你们要更加慷慨地奉献 你们的金钱 每一个礼拜天 就是讲一条律法 告诉你 这是全教会 灵命枯干 最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律法因肉体的软弱 有所不能行 因为律法不提供能力 律法不帮助我们守律法 如果我要靠自己的 肉体的力量 或是血气的力量 来遵行上帝的律法的话 那情况会更糟 因为律法在我里头 会激发各种的邪情私欲 这个是罗马书七章五节所讲的 上一次所讲的 因为我靠我的肉体 我就胜不过肉体的私欲 我靠他 我怎么可以胜过他呢 我必须要另有靠山 那么如何另有靠山呢 第一个原则 就是依靠赎罪祭 耶稣的赎罪 就是他两千年前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他的宝血流出来 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上帝把他因我们人的罪 所发的裂怒 全部都倾倒在 他自己爱子身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为赎罪祭 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罗马书三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这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耶稣基督的赎罪 是借着我们的信 临到我们 什么叫救赎的恩典 临到我们呢 就是罪得赦免 我们就白白的称义 白白的意思就表示说 是免费的 我们不需要付出 任何的代价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付了那个代价 所以因此对我们来讲 永远的生命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与上帝和好 这些都是免费的 都是白白的恩典 那么什么叫做称义呢 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 引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亚伯拉罕信上帝 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 上帝就算他为义 所以是凭着信 上帝就算我们为义 那么这个也是称为 因信称义 称义的意思就是 罪得赦免 基督的义 白白的归给我们 而且因信称义 那个称义的意思 就是我们得救了 既然罪得赦免 遇上帝和好了 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 称义就是得救 得救以后 基督徒还是会犯罪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我们思想言语行为 还是会得罪神 每次圣灵提醒我 我得罪上帝了 就要马上认罪悔改 要保持一个洁净的良心 认罪很重要 就是在上帝面前 我承认我这一个行为是罪 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 让我继续有一个洁净的良心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有美好的应许 上帝说 如果有人承认他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洗去我们一切的不易 所以认罪悔改 有点像是因性称义的延续 当然了 因性称义的 那个称义是 一次称义 永远称义 上帝把我们所有的罪 都一笔勾销 我们跟上帝建立了 富裕子的关系 上帝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 把我们立为后世 那么可是我们每次得罪上帝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天父的关系 会有拦阻 那每次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又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需要经常认罪悔改 保持一个洁净的良心 这是非常奇妙的恩典 有些人说 哇 这样子白白的恩典 不是鼓励人家去多犯罪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心被上帝的恩典所征服了 他是心被恩感 他想要讨上帝的喜悦 他跟上帝建立了 这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有一颗感恩的心 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 因为有一颗心的心 所以白白的恩典 不会是放纵情欲的好机会 因为我们心被恩典所征服了 所以我们会更加爱上帝 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 会被以前遵律得更加彻底 更加完美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成圣的功夫上 一直可以有进步 一直可以有成长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到 第二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倚靠天父 第一个原则所讲的 是倚靠赎罪计 但是认罪悔改 基本上是处理过去 我以前所犯的罪 我现在借着认罪悔改 我对付了 这个是处理过去 那我还需要面对未来 我还是软弱的人 我认罪悔改了以后 我还是会遇到试探 我还是会软弱 我如何面对未来呢 答案就是倚靠天父 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这里说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这里的翻译 不是完全清楚 这里所讲的 我们所领受的 是儿子的灵 我们领受了圣灵 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圣灵使到我们爱天父 圣灵使到我们爱主耶稣 所以我们领受的是圣灵 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们不再惧怕 我们不是奴仆 奴仆整天都需要惧怕 怕什么呢 怕他的表现不够好 怕主人会惩罚他 是不是 奴仆就是有一个惧怕的心 可是我们现在是天父的儿女了 天父知道我一切的亏欠 知道我一切的软弱 但是天父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全然接纳我了 我跟上帝是富裕子的关系 所以不再害怕 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感动我的心 让我呼叫阿爸父 让我向上帝祷告 这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一个权利 我们有祷告的权利跟权柄 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 有人说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 好比是一位信耶稣的无神论者 为什么无神论呢 因为他既然有祷告的权柄 怎么可能不使用这个权柄呢 一个人如果相信上帝 又不祷告的话 他真的是好像是在父亲的家里面 当孤儿一样 有这个权柄 怎么可以不用 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那里说 应当义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与感谢 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的 那超乎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需要 一切的重担 一切的难过的事情 伤心的事情 都告诉天父 天父会赐给我们 超过我们理智的那一种平安 在基督耶稣里面 那种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这个就是祷告的权柄 非常宝贵 有一位很出名的语言学家 名叫Kenneth Pike 他大约在2000年去世 他多年都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他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参与那个圣经翻译的工作 那么有一次呢 在准宣教室的训练营里面 他看到有一个受训者 表现不好 那么这一位Pike教授呢 脾气不好 他出名是脾气暴躁的人 他虽然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但他脾气不好 所以他看到一个年轻人 表现不好 他就把他大骂一顿 骂了他狗犬领头 骂完以后呢 那个年轻人真的垂头上去的就走了 那么另外有一位宣教师 看到这个情况 他觉得这个情况不好 虽然Pike是很出名的教授 在那个宣教机构里面 他也是位置很高的 那么那一位宣教师看到以后呢 他就跟Pike说 Pike弟兄啊 我跟你分享一段经文 分享什么经文呢 是雅各苏第三章 那里讲到说 有两种智慧 一种智慧呢 是从地狱来的 是使人嫉妒纷争的 另外一种智慧呢 是从上头来的 是温柔的 是使人和睦的 那么这位宣教师 念完经文以后呢 就快点闪开了 那么Pike教授 听了那个经文以后呢 他知道那段经文 是对着他讲的 他视作为看一看 他发现在这个 训练营里面 几乎每一个人 都蛮温柔的 只有他一个人 是脾气暴躁 如果这样子看来的话 他在天国里面 应该算是最小的 因为他不温柔 他的智慧 他很聪明嘛 但他的智慧 很大的成分 不是从上头来的 是从魔鬼来的 他知道 他了解这个真理以后 他非常生气 他说这样看来 我在天国里面 就变成最小的 他是习惯 是当老大的 他习惯 不是当老大的 在大学里面 他是出名的教授 在宣教机构里头 他也是坐得非常高的位置 可是他发现在上帝的眼中 他比众人都小 他就受不了了 他非常生气 他生气上帝 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上帝 你的天堂我都不要来了 很大的脾气 不过第二天 他悔改了 他来到上帝面前 他跟上帝说 昨天我所讲的不算 我现在愿意谦卑下来 我愿意悔改了 那么他知道 他需要改变 但他也知道 他没有能力改变他自己 怎么办呢 只好谦卑地 呼叫阿爸夫 他打开圣经 到加拉太书第五章 在拉太书第五章 二十二节 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洁智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一个圣灵的果子 九种 美德 那么派克说 这里有九种美德 那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在上帝面前 谦卑下来 我要呼叫阿爸夫 我要祷告 求这些美德 求到第一项 我就求第二项 求到第二项 就求第三项 我要九种美德 我都要求到 让我可以在成圣方面 有显著的进展 那么他就说 好 打开圣经 那么第一个美德是什么 他一看 是仁爱 他说 仁爱啊 这个太难了 跳过去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喜乐 他说 那还差不多 我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要在上帝面前 求喜乐 所以他真的 按照他的觉知 他就这样行 那么他祷告了一阵子以后 他就发现 果然 我的喜乐增加了 我比以前更加喜乐了 那么他开始经历到上帝 经历到上帝 改变他的人格的时候 他就发现 原来这九种美德 都彼此牵涉的 喜乐增加了以后 他的爱心 也跟着会增加 是彼此牵涉的 是一个圣灵的果子 九种美德 然后他说 现在我才知道 如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以前他在大学里面 他会用一些哲学的论证 师徒证明 有上帝的存在 他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但是别人都是无动于衷 现在他才知道 最有效的见证 是爱心 如同耶稣所讲的 当众人看到 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就知道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这是派克教授的见证 他学会谦卑自己 呼叫阿爸父 倚靠天父 他就经历到 他人格的改变 所以我的劝评是这样子 除了信靠耶稣 因性称义以外 我们还需要 每天 把我们一切的 重担 忧虑 忧愁 等等 都带到天父面前 一项一项地告诉天父 告诉天父以后呢 跟着 就积极地去面对 不是说要逃避 还是要积极面对 但是面对的时候 要知道 不是靠我自己 血气的力量 乃是倚靠天父 如何倚靠天父呢 就是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所讲的 应当一无挂虑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与感谢 把你们所要的 告诉上帝 告诉他就是了 就是心里面 存一个倚靠的心 存一个谦卑的心 表示说呢 我崇敬以后 我是倚靠天父 天父是我的磐石 我的高抬 我的力量 我面对人生的挑战 不是靠自己的血气 乃是倚靠天父 所以第一个 圣灵之律的原则 就是倚靠赎罪记 认罪悔改 处理过去 第二个是倚靠天父 呼叫阿爸父 这个是帮助我们 面对未来 那么除了这两个原则以外 还有第三个原则 就是团契生活 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 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需要经历到健全的团契生活 这样子的话 我们爱心就会有成长 爱心成长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独行侠基督徒 我们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来往 没有经历到团契生活的话 爱心就很难成长 爱心不成长 我们的私欲就很难消退 那么什么是团契生活呢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团契生活的基础 就是一颗感恩的心 保罗说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如果你经历到上帝白白的恩典 经历到上帝的慈悲 你就会愿意把身体献上 把整个人献给上帝 有一颗顺服上帝的心 而且愿意思想的更换 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除了这个以外 还需要学会恩赐的配搭 什么叫恩赐 恩赐就是建立教会的才能 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 有一些基督徒 特别会个人谈道 个人不道 有些基督徒 会在教会里面 有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 另外一些基督徒 特别会关心人 无论是一位姐妹 教会里面三百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的名字 他都记得很清楚 而且每天他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每一天都会打几个电话 会去关心几个人 这也是恩赐 关心人的恩赐 行政管理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布道的恩赐的等 我们需要恩赐 我们需要恩赐彼此配搭 我们就可以一起成长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了 最后我用几点 来总结 这十二堂课的内容 第一点 人类在亚当里堕落 所以没有人 能借着行律法 被算为义 第二呢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赐给他应许 万民要因他而蒙福 亚伯拉罕 相信上帝的应许 上帝就算他为义 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途径 第三呢 上帝才他的独生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赎罪 叫一切信他的 被算为义 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 这个白白的恩典 让我们更加爱上帝 从心里面 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 第四 心被恩赐的人 会爱上帝 也会爱我们的灵色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律法 因为律法教导我们 如何爱 蒙恩的人 会依循圣灵之律 而圣灵之律 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 倚靠主的宝血 竭尽 我们的良心 第二呢 每天使用祷告的权柄 以天父为靠山 第三 参与团契生活 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苦难 但是耶稣说 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感谢主耶稣 为我们成为赎罪祭 也感谢天父 因为你是信实的 垂听祷告的天父 也感谢天父 赐给我们 主内的团契 我们感谢你 在团契生活里头 我们可以经历到 彼此相爱 我们可以经历到 圣灵的感动 愿一切的荣耀送赞 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也要行 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路撒